明朝皇帝朱元璋 但也不是永远废掉 遇到有些皇帝 他因为某种原因 还会用手 比如明朝皇帝朱元璋 他就恢复了殉葬制度 于是在他死后 曾经跟随他的几十个妃子 全部陪他一起殉葬 那么朱元璋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原因很简单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朱元璋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皇帝 所以假如在他死后 他的那些妃子要是遣散出宫 留下什么绯闻 肯定会给皇室带来影响 但把他们留在宫中也不合适 要是某些妃子到时跟自己的儿子 或者孙子 甚至皇租其他成员 做出了让人羞羞的事情 那就更不好了 所以干脆将这些妃子都带走 这样的话 就不会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发生 而且 自己在另一边也不孤单 二 朱元璋疑心病很重 前朝发生过后宫乱症的事情 所以 这对自己打下的大明江山 会有隐患 把妃子们都带走 就不存在这样的隐患了 三 太子朱彪比较软弱 没有朱元璋那种果断和霸气 虽然最终皇内是由孙子朱允文继承 但朱元璋还是希望在临死前 为自己的子孙后代扫清一些障碍 和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值得庆幸的是 到了明英宗的时候 他下旨废了殉葬制度 要不然 当大明朝的妃子 真的是一件要命的事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